星辰开启的飞机模式 飞机好像不愿意下来哦 飞吧飞吧 新的一天开始了 今年第一批的小鸡已经一个多月了 第二批的小鸡有半个多月了 整整比第二批大了一个月 所以他们有时候会欺负小鸡 但是基本上还是很和谐的 所以他们暂时生活在一起 没有跟大鸡混合 现在是大鸡窝的鸡腰也出来了 看看他们的飞机模式 尊先恐吓 有个鸡是出来争着吃虫的 牛是争着出来喝水的 而公鸡则是要寻找机会 成长寻风的 还有一部分鸡 出来之后就冲向了树林 好像树林里边有盐如玉 有黄金如玉 不再告诉你 óm 或者是 搞什么 我再带上艺术 我再带上艺术 这些木撵 现在是没适合 我还可以死 我呀 再说 这些木撵 我还不想死 我还不想死 远处的鸡围拢在那个蚊子灯的下面 在吃昨天晚上杀死的小虫 木鸡不知道发现了什么好吃的 在叫它的母鸡 当然了 也许是骗人的 这是又一次 星辰的开启飞机 那其中的那只鸭子 贴不一扭一扭的 抖起路来 一点也不别人慢嘛 啊 好 Männer 白公鸡忽散着翅膀 啪啪的响 它在寻找着一展寻衝的机会 小鹅也来忽散忽散翅膀 收散收散筋骨 给这只花工鸡来一个特写吧 现在我给它加冕了国王 希望它能配得上这个职位 好好的表现 不然的话 它的位置可就危险了 鹅大十八变了 小鹅已经一个半月了 模样大变了是吗 它正在换毛 所以看起来不是那么浓的呀 但是眼神还是非常清澈的 就像它七岁的爸爸一样 眼神还是那么清澈 颜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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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色 颜色的颜色颜色 哈哈哈哈